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1号下午率领香港特区政府 结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 启程出发前往四个大湾区内地城市 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而访问团出发前也拍摄了大合照 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式表示 此次访问的范围包括了 创科 环保 青年发展 以及文化体育设施 还有企业等等 考察的范围非常的多元 也相信参与访问的立法会议员会觉得有用 我们今次的访问团 是表现了立法会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 行政主导的方针之下 大家同心同德 是希望在我们的治理水平里面 大家是一起又配合又合作 又互相监察 是提升我们治理水平的 李家超又表示 此次大湾区访问有三个 第一包括了第一次本届特区政府 以及本届立法会联合出访 第一次在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 展开联合出访 也是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之后 最大规模的官方访问 这一次四天访问行程 总共是到访四座城市 立法会议员分成两组 那么首战深圳和伪战广州会集体行动 中途其中有一组是前往到东莞 另外一组则前往到佛山 李家超将分别参与两个组的部分活动